有位朋友問說駭客要怎麼賺錢 非常好的問題 通常就是你如果已經知道一個系統的一個不足之處 你完全能夠知道它的各種各樣的細節 剛剛講的就是有三個方法 你可以透過很自私的犯法的各種各樣的方式來不當的得利 或者是說你可以去參加各種bug bounty 或者是各種選賞 然後去試著或者像我們現在磁痛虛系統在加持錢都會請白帽海客來打 這個東西也是就是蠻好賺的 那又或者是說你可以發明一個或者是參加一個完全沒有這些問題的一個系統 用這個新的系統來賺錢 那這個時候賺的錢可能就不是這個系統本身有人聘請你 而是說大家可以出錢讓你去把這個系統改成更適合它的需要 大部分做Linux或者是做我們最基本的這些基礎的自由軟體技術的朋友們 都是收時薪 那我們每一小時收相當多錢 那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比較知道怎麼樣把這些核心技術改成適合大家的需求的方式 所以大家自己改是很花時間的 但是如果出一點錢讓我們改 但是願意把我們改的這個東西也公佈起來給未來的人也可以使用的話 那我們很願意的去就是讓我們的時間去這樣還錢 所以絕大部分的方式 後面的這個方式是一般的IT從業人員 那但是如果你的興趣是自然的話 你當然可以用黑帽跟白帽海客的方式來賺錢 我們好 谢谢大家